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期待 郑老师为我们讲解HSP2.0到3.0的提升 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们欢迎郑丽杰老师 非常感谢大家 那我现在呢就来共享一下我的屏幕 各位老师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也能看到我的屏幕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 我来试一下 我在看我的屏幕的时候 可以看到各位老师的那个留言 我们现在的那个参会者显示是有386名老师 那么来自这个东南亚的六个国家 我非常的感谢所有的主办单位 也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非常热情地参与这个华文的这个教学的这个培训 那么我们国家呢现在刚刚我们中国刚刚公布了那个国际中文教育的中文水平的等级标准 所以HSK呢又被很多人关注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讲座 那我非常的感谢林明珠主席和其他六个单位的这个 这个一起辛苦的这个组织 那刚才有这个菲律宾的黄老师也刚才提到 我们有很多热情的老师都等在这里 希望呢我今天的分享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那么首先呢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讲座 或者说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的一个背景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这个三月 我们国家呢正式的公布了国际中文教育的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将会在七月一号呢正式实施 这里呢我要特别强调它这个标准的那个广泛性呢 是非常那个要贯值得关注的 因为这是属于在中国国家及它命向全球来进行的 第一个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水平的标准 而不是简单针对于汉语水平HSK考试这一个考试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也可以说它应该是我们在全球进行汉语 非第一语言的这个教学教育学科和中文的这个教育事业的 一个顶层设计和基本的一个建设 那这个标准呢其实已经历时四年 在这四年里边呢也有这个国内外很多的专家一起呢 参与制定的这个标准的工作也举行了无数次的这个专家的这个研讨 那现在呢一经出台呢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这个关注 未来我们也可以预见将会对世界各国的这个教学呢 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那这个标准呢从HSK的角度来说呢 它应该是属于第三代的这个HSK的标准 所以我们也会呢就是把它称为叫做HSK3.0版的一个标准 那它的性质啊如果我们从HSK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就应该感受到它其实是和1.0版和2.0版啊 就是以前的这个老的HSK和现在正在实行中的这个HSK呢 它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么前边的这个两代的这个标准呢 主要是侧重于这个测试和评估 但是现在的这个标准呢 它其实不简单的是测试和评估这两个方面 也同时呢涉及到学习教学啊 那这样的啊这是四个部分呢 它其实是统一的啊提供了一个参照的体系 那么从我们各位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可以说就给了我们很多教学的引领和指导 甚至于在我们日后教学工作 研究工作编写教材啊建立教父资源等等方面 都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参考 那这个标准呢 应该说在科学性适用性和开放性方面的变化都非常的大 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这个指南作用的一个中文的标准 那现在呢这个世界各个国家都非常的关注 而且呢也大部分是从这个教育的制度和政策方面呢 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支持 那我们大家可能也了解啊 那我在这里呢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研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的所有的老师以前有没有教过HSK 我们大家应该都考过了我们就直接说教过啊 我们有没有教过HSK 并且教过几集我们可以在这个聊天区啊给我那个显示一下啊 我可以看到你的聊天区的这个内容啊 好的 OK我可以看到 嗯好非常好 哎我看到了啊 有这个黄思玥华老师啊 就在菲律宾已经教过这个五级啊 也有教过一到四级的啊 非常好 嗯对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来看啊 我们大家知道2009年呢发布的这个HSK考试呢 它其实啊就给我们定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那它其实就是考教结合提出了考教结合的理念 在这里呢提到考教结合可能呢 我们就可能要理解一下所谓的考教分离啊 考试和教学呢是分离的 但是呢从刘景09年开始呢 他就提出了考教结合 而且呢是以考促教以考促学啊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帮助这个所有参加HSK的这个考生 能够掌握和顺利的通过考试 那么作为这个2009年发布 然后呢2010年呢 全面的啊就是在全球开始开考的这个考试呢 我们习惯性的区别于1984年的这个考试呢 就叫它新HSK考试 那么第一版的这个考试呢 就叫做老的HSK考试 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这个3.0版啊 所以我们为了区别 那我们就可能把它叫第一代 第二代或者第三代这样的这个考试 那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现行的这个考试啊 现在还在进行啊 包括标准推出三年内 也还会继续的啊用我们使用我们现在的啊 正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啊 那个国家啊中国国家啊这个已经发布了 那么在三年内呢应该没有大的这个变化啊 那我们可以说它是我们呢学习的一个系统 就是我们要从学习的角度呢去看 看待这个HSK的这个教学啊 好那么我呢个人来说啊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背景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个人呢是从这个1996年开始进行汉语教学的这个工作啊 那然后呢在2014年10月的时候呢 就接受这个汉办的这个委托 编写那个HSK的真体解析啊 那这个呢呃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呢 当时我是正在北京语言大学预课教学院任教啊 所以就组织这个我们啊 学院的一些老师共同参与啊 编写的这个教材 那这个教材呢 因为是我工作很多年以后的一个整理 所以呢就结合了我日常在这个HSK教学中的一些经验 或者说一些心得来进行的这个书籍的这个编写工作 那可以说运用起来呢 这几年也是有了一定的效果 我不知道那个直播间里边的老师们 有没有用过这本书的 我们在前边啊两个月之前的两次跟这个印尼华裔中华乐趣学院 联邻主席这边的这个讲座呢 就举办的时候就是用了HSK5集和HSK6集这两本书来进行了这个教学 那么一直呢反响还是比较好 那这个呢我在这里大概的也展示一下之前的这个背景 我这里展示的这些书可能各位老师也有见过 那这个呢是我在2005年在北京大学啊 当时呢是北京大学的这个哲学系 他和这个欧洲啊有一个交换学生的一个项目啊 这个欧洲合作交流中心 那么在这里呢任教的时候就编写了那个21天系列的从书 现在呢也是一直在使用 因为比较针对于海外的这些学习的汉语学习者 他呢要集中的强化的能够从这个语法呀 或者是从写作呀从口试呀 这些单方面呢能够迅速提高 所以就编写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教材 那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真体解析呢 也是在这个北京语言大学预和教育学院 一边教学生的过程中一边写的呢 老师们可以看到我当时编写的时候呢 就教的是这些孩子们 那么这些他们是在北京语言大学途预科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班 我当时呢是教那个公共课程 公共课程呢 其实是除了这一个小班以外呢 是那个大班课 就是有12个小班 他们一起来上这个公共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编写完了以后呢 学生们就非常的开心啊 觉得这个书好像是跟他们有那个很大的关系啊 息息相关的一本书 所以那学生们都非常的喜欢 好 那后来呢 这个我们大家也知道2015年的时候呢 又针对前边的这个考试和这个调研的工作呢 又进行了HSK大纲的这个改版工作 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使用中的 这个HSK的考试大纲 它其实是2015版的这个大纲 那我们对这个呢 要有一定的这个了解 那之后呢 我在2018年的时候呢 受这个网络孔子学院委戳呢 就录制了这个HSK专项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课程 专门呢 就是来帮助海外的 就是在不在中国境内的 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这个老师们呢 怎么去教HSK 编了这样的一套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 适用性也比较好 那还有在去年非典期间呢 由这个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呢 来录制了一到六级的示范的课程 那所以在这里呢 也可以看到这些课程 那基于我前边的一些工作的这个背景 和我们现在啊 中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这个发布 所以我呢 下面就希望从这三个方面 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标准的这个认识 和我认为作为一个汉语教师 我们在出台这个标准之后 我们的努力方向和我们将怎样在标准的这个指导下 帮助我们的学生 帮助我们的汉语学习者更好的学好汉语 用好汉语 那我就从这三个方面呢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内容 首先呢 我们呢 要达成一个共识啊 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讲座呢 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 首先第一个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汉语水平考试 第二个呢 那么我们就要去理解所谓的考教结合啊 因为我刚才提到了 这个2009年啊 这个HSK发布的时候呢 就提以这个考教结合为命题宗旨 也就是他出题的时候啊 他用什么题来考我们呀 那他这个命题的宗旨就是考教结合 那么你考什么 我就要教什么 我教什么 我就要考什么 达到这个考和教的 这个互相促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现在呢 又有了这个标准的啊 这个发布啊 所以我们怎么去用这个标准来帮助我们的 呃 教学和学习啊 那我们在这个啊 标准的指导下 又怎么用HSK的这个考教结合的理念 来帮助更多的汉语学习者 更快的啊 更好的学汉语 这个就是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在这四点上跟老师们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们大家呢 呃 可以知道这个汉语水平考试呢 它呃 首先呢 是一个标准化考试 那所谓的标准化考试 我们各位老师就应该理解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那它是标准 也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大部分的汉语学习者 他至少是要达到这个考试 那所谓至少达到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比如说我们在日常教学的时候 我如果去教我HSK要准备参加HSK考试的学生 那我的教学应该是在哪一个层面呢 是在HSK的这个大纲的指导下来进行教学呢 还是我的教学应该是在考试之上来进行教学 这就要做一个深刻的理解 那我们想 我们大部分的学生 他可能呢 水平还不够 还在努力 那么而且我们大家 普遍的也是认为 汉语是比较难学的一个语言 所以大部分的学生 他可能头疼的还是 我怎么能达到这个标准 我怎么能到这 可是呢 我们别忘了 我们的教学 无论是针对这个考试的教学 还是我们日常的教学 我们的目标都是什么呀 都是来帮助我们的学生 尽快的能够汇用这个预言 进行这个交际 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或者进一步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了解 那么这个考试第一 他是不是能够所有的题目 帮助到学生学好生活 学习工作中所应该具备的这种能力 那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教学 难道目标只是HSK吗 那当然 我相信所有的老师都会明白这个道理 标准化考试 只是我们希望学生达到的标准 但是我们的教学呢 一定是在这个之上的 一定是在这个之上 而且我们反过来想 如果我的教学在这个标准化考试 指导之上 那么这个标准化考试 无论考什么 我的学生是不是都可以非常自如的 就通过这个考试呢 那这个道理 简而易见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标准化的考试 一方面帮助我们去了解 需要掌握的一些标准 一些规范 一些重要的要点难点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以实际的探语学习需求 为出发点来运用这个考试 那这就是两个角度 这就是两个角度 那我相信 在这个群组里 在我们的这个三百多名的这个教师 有参加的 那我刚才也看到也闪过了 就是我很熟悉的面孔啊 因为我们前边的两次的考试 两次的这个学习班里面都有 所以包括我们的主持人 郡孙地老师 那也是我们前边的这个 HSK六级的学员之一 所以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那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 只为了考试而进行教学 而是呢 我们能够用教学 作为一个指挥棒 来让我们的学生呢 能够更多的更大限度的来掌握好这个汉语 这个呢 才是我们真正的教学的目标 那也许我们从这个角度就能够理解 所谓的这个考教结合 那我们大家也明白 那HSK呢 其实是汉语水平考试的标准之一 标准之一 那还有其他的几个考试 包括这个HSKK K呢就是代表口语嘛 那口语的考试 还有这个YCT的考试 包括这个商务的汉语水平考试 还有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汉语水平考试 等等 那么我们大家就了解 那这个考试呢 它并不是只是我们唯一的标准 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学习 他更希望的是什么呢 我能够从各个角度最快的速度 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水平 这才是我们的所有的教学者 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学生 共同的一个目标 但是呢 当然我们中国常常说这样的一句话 流行这样的一句话 说那个梦想啊 非常的丰满 但是现实呢 很骨感 就是现实的情况呢 大家还是觉得 这个考试比较难 怎么能达到啊 那么老师 也为了学生能够快速的得到一个好的分数 通过这个考试努力 那学生呢 也每一分每一分的 必关注的就是那个分数 所以这个呢 经常会有这个教学和学习 或者说我们教学理想上的一些冲突 但是呢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冲突呢 就去放低我们的这个教学 那怎么来做 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要研究 一起要分享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梳理一下啊 刚才已经提到了 我们现在的这个正在进行中的考试 其实是2.0的考试 那么未来呢 将会向逐渐的向这个3.0 努力 而且呢 在三年内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大家能够看到 就是从1.0到2.0的这个过渡阶段呢 就有过一些循序渐进的这种变化 所以我们呢 现在就要做好这个准备 那么这个老的HCK呢 它其实是这个中国国家教委啊 为了来中国境内 进入中国境内的这些汉语学生 这些外国学生 那么来那个进行考试的一个研发的 那么当时是由北京语言大学 这个学校来研发的考试 那这个考试呢 一直到1990年 我们可以看到 它呢才第一次考试 也就是说它研发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那我们各位老师也可能听说过 在那个时间里面呢 也是我们汉语教学界非常有名的这些专家 他在研究 包括当时的这个北京语言学院 那时候叫北京语言文化学院 是吧 包括他的这个院长 吕碧松先生 和包括咱们国家汉办的 这个首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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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碧松先生 那他们都参与了这个研发 那这些专家在参与研发 但是还研发了很长时间 然后第一次考试呢 只是在国内 在中国国内呢 四个城市举行 有三百多人参加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到了这个 2004年 就是中国呢 向在这个世界各个国家 和各个国家合作 成立这个 孔子学院 那这个2004年呢 人数我们就看到了 就激增 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 有八点九万了 那这时候呢 各位老师可能就比较熟悉了 那从这个 原来的这个考试 到了04年的时候 大家就明显的能感觉到了 那刚刚学习汉语的学生 学了一个月 学了一个学期 很想知道 我现在的汉语水平怎么样呀 那么就希望参加一个考试 但是那时候的这个考试呢 它呢 主要是以这个结构 主义教 这个教学法来进行的 所以呢 就比较难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希望 向这个 零基础入门的 初级的这些学生呢 能够敞开这个考试 让更多的人 在这个学的过程中 能够比较 及时的知道 自己的汉语水平 到底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呢 就开始 研发这个新的这个考试 到2010年 其实是2009年11月 开始呢 试考了 这个一级 二级 三级 那么到2010年3月呢 就是六个级别 同时呢 都面向全国 全球开考 那当时呢 也有很多这个人 就质疑这个考试 包括现在也有的人 会说 说 这个考试呢 就比原来的这个 老的这个HSK 简单多了 那么如果 它的水平很高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知道 它特别高的水平 就没有了 这个进步的 这种挑战欲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新的这个考试 新的这个标准呢 就提出了789 789 而且呢 也增加了这个翻译 那后边 我再来详细的来介绍 那所以从这一点里边 我们各位老师就应该明白 从原来的这个第一代的 这个考试 老的HSK考试 到第二代的 现在进行中的这个考试 2.0版的这个考试 它其实呢 是为了能够帮助更多入门 刚入门的这个学生 还有呢 学了短时间的这个学生 就能够明确 它现在这个学习的水平 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能够对它有一个指导的这个作用 所以当时呢 就提出了这个考教结合 以考促学 以考促教 那么当时呢 就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 说我们这个考试呢 努力的使我们 能够成为这个考生 汉语学习道路上的一个跳板 就是你刚入门学习 学了一个星期啊 学了一个月啊 那你能够用这个考试 给你的一些题目啊 一些声词啊 一些大纲的语法点啊 关注点啊 那你能够把它当成一个跳板 很快的啊 能够呢 达到更高的程度 而不是让你觉得很害怕 哎呦 这个考试太难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就是说呀 这个原来旧的老的 那这个HSK 我们就把它比喻成一个很冰冷的一个尺子 啊 你的汉语水平现在怎么样了 啊 是六级 七级 八级 还是啊 九级 还是十一级 那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过的 这个原来老的HSK最高的级别是十一级 那我当时呢 就是呃 在北京啊 更多的是教这个高级的考试啊 就教九到十一级的 那这个考试就比较难一些 那所以大家呢 就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冰冷的尺子 来看看你现在的水平到底是多高 好 来量一量你吧 那所以当然了 那对这个考试来说啊 这个就是比较难 比较规范 那么反过来呢 我们再来看 新的这个呃 2.0版的这个HUE考试呢 它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学生 借助于这个考试 来了解一下自己的水平的情况啊 那么我们就把它比喻成什么呢 比喻成一个温润的拐棍 啊 我们主着这个拐棍啊 现在我是一级了 我学了150个词 哎 我看看我的水平怎么样啊 我看看老师教的效果好不好啊 我学的效果好不好啊 哎 那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拐棍一样的 那么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 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啊 射级而上啊 一步一步的进步啊 所以呢 他应该说就是呢 呃 变成了一个鼓励性的一个考试 而不是淘汰着的考试 那么这时候呢 呃 我认为啊 可以说这个考试就给了我们教学一线 很多的这个资源 很多的这个指导的这个意义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我个人呢 是怎么来用它的 首先呢 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HSK的命题的这个宗旨 作为我们啊 备课 作为我们教学的时候的啊 一个主线啊 一个主线 那我就要让我的学生能够很快速的 很快乐的学习 那么各位老师应该明白 我们在学习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如果很长时间 学了很长时间 有没有进步啊 好像没进步 啊 你提高了多少呀 没有感觉 啊 你学会了多少个生词啊 不太清楚 那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指标的时候 我们心里边就会觉得 哎呀 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啊 那么好像学的太慢了 我们就没有信心了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新的这个 啊 2.0版的这个HSK呢 那就明确下来 哎 你一级 你啊 150个词掌握了 你能够说啊 这个生活的话题 那比如说购物啊 问路啊 啊 一些话题的时候 哎 你就可以达到了一级 那我们在日常教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跟学生说了 哎 那啊 老师问你啊 你能听懂吗 嗯 那好 老师问一下 哇 你真棒 回答出来了 哇 你知道吗 你会做这道题的时候 啊 你差不多已经知道了 150个生词嘛 嗯 你能够听懂老师说的话 那你也能够啊 在中国去买东西啊 去问路 都能听懂了 哦 你下差不多是HSK一级的水平了 那学生一听 哦 一级了 哎 那么再学了一段时间 你再对学生说 哇 你比原来进步了呀 啊 你现在呢 好像差不多是二级的水平了 因为学生一听 哇 我经过这个时间 我又到二级了 哎 所以呢 学生就明显能感觉到 自己的这个进步 啊 所以对学生来说 是不是就有一种 啊 快乐的这种感觉啊 因为我们不断的可以告诉他 你现在啊 差不多是什么样的水平了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说 哎 依靠促学 但是我们作为老师呢 我们也要看到 比如说啊 现在呢 呃 可能在这个 呃 东南亚各个国家也是一样吧 学习汉女的人数还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去教这个 呃 新入门的这些学生 包括我个人呢 呃 在北京元大学的时候呢 曾经教过南亚师资班 呃 当时呢 是有四个国家 尼泊尔 巴尼坦 还有这个 呃 这个啊 也有印尼啊 也有马来西亚的啊 几个国家啊 那么包括这些国家也 他们也有这个 呃 比如说他的汉语水平呢 是六级 或者说五级 甚至于四级 哎 但是他有可能就要去教一级和二级 那这样的这个老师 新手的老师 哎 他能不能够在一边教学的过程中 也能够去学习 我应该怎么去教学生 我怎么教听力 我怎么教阅读 我怎么来教书学 那教的方法是什么 哎 所以呢 啊 这里的依考促学呢 也促进了老师在教学中呢 去学习 怎么能够更好的教学生 那么再返回来说 以考促教 那以考促教 大家知道啊 这里所谓的教呢 就包括了三教 是吧 教师教材和我们的这个教学模式 啊 那么另外呢 尤其是对这个教师教材 还有教学的一些模式呢 有一些规范的这个作用 啊 那比如说 有一些那个教材 我们老师在教的时候 常常会感觉到 哎呀 这个书 好像教的不太合适 我觉得这个书不好 那不好在哪啊 啊 你觉得什么地方不好呀 你能够说明吗 那我们大家听说过 中国有一句俗话 俗语 叫什么 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你喜欢这本书 他喜欢那本书 那么每个老师 可能就会带上自己主观的 啊 自己的一些感情色彩 自己觉得怎么样 但是我们如果非常熟悉 HSK的命题宗旨 命题原则 我们了解了这种标准化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啊 明确的指出 哎 这本书哪一个练习是不合理的 这本书的生词设置啊 有问题 或者说这本书 他的这个课文啊 生词啊 在这个形式上是不太合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比较 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呢 在这个角度上 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建议 那后面我来详细的再跟老师们说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再来看 啊 我们呢 要注意 这里的这个考试呢 它特别定义了 考学生什么呢 不是简单考你多少个生词 考你多少个语法 你掌握这些生词 掌握这些语法 最终你的目的还是为了什么呀 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跟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啊 你能够自由的表达你的观点 你能够充分的去理解中国人说的话 也就是说你能够呢啊 有语言的这个交际能力啊 你能够有语言交际能力 所以那么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 就不是在简单的讲一道题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 哎 这道题 它是谁出的呢 那它是中国的很多领域的专家呀 汉语教学领域的专家啊 教育心理学领域的专家 测试学的专家啊 那么这些专家 他们通过研究以后 建立了这个试题库 来做了这个题 那到底这道题是考什么的 就是简单考听力 那听力是什么能力呀 那听力也包含了很多 比如说你耳朵听的时候 你的眼睛能不能够很快的 看到这个汉字啊 因为我们大家别忘了 这个中文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呀 你听的音 汉语听音是一件事 汉字又是一件事 对吧 所以这个行 汉字的字形 然后汉字的发音 这个词语的意思 行音意三个东西 能不能一下子就反映在你的头脑里呀 那如果没有反映在你的头脑里 是你的耳朵听音的这个能力不太好 还是你的眼睛看汉字不太习惯 那这时候就叫做什么呀 就叫做我们的微技能 那么我们每一道题 比如说六级吧 那六级听力一部分 二部分 三部分 可能有的老师考过就知道 三个部分完全不一样 一部分 就是给你说这八十到一百个字左右 八十到一百个字左右 跟你说一段话 那说完了这段话以后 他也不问你任何问题 马上呢 就让你选择ABCD 哪个答案 那你在听这个八十到一百个字左右的 这个文字的时候 他其实呢 就是在二十多秒钟的这个时间 迅速的就听完了 那么你的眼睛能不能够 在二十多秒钟的这个时间里面 马上就能看到ABCD写的是什么呀 很多学生 因为呢 从小并没有看到这个汉字 所以对汉字呢 不是那么敏感 那耳朵虽然听见了 但是眼睛呢 就找不到这个汉字 所以你说他听力有问题吗 那不是听的问题呀 是眼睛看汉字 找不到的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呢 那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 在引导学生怎么做这个题的时候 其实呢 就是在告诉他一个能力 什么能力呀 你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那么你的眼睛 能不能用最快的速度去识别 说的是哪个字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经常要需要这样的一个交际的能力 比如说很简单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那么可能你的好朋友 就在你的这个副驾驶啊 你在快速的开着车 每分钟啊 或者说每个小时 可能是200啊 180啊 对这个很快的这个速度开着呢 哎那么可能突然你就想 哎我们那个啊 一会儿啊 如果见到这个啊 喝咖啡的地方 我们停一下啊 你告诉我一下 哎那坐在旁边的这个 副驾驶的这个朋友 他的眼睛听到 耳朵听到你说 你希望喝咖啡 他的眼睛迅速的 哇 我看见了咖啡店 啊 那可以在前边200米的地方 那你可能就要准备刹车停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去喝到这个咖啡了 那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行进中 你在走的过程中 很快的听到了啊 一个声音 你的眼睛迅速的就能找到那个目标啊 那这不就是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力啊 那包括我们啊 跟别人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任何的交流 任何的说话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呀 就是要实时 什么叫实时啊 就是我说完 你立刻要有反应 那我说完以后 你说等一下五分钟以后 我回答你 那这个两个人就没法说话了 对不对 我问一句 你都要等个两分钟 我再问一句 你要等两分钟 那这个没办法那个交流了呀 啊 所以呢 我们能听到别人的话的时候 能够快速的啊 就反映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啊 所以呢 那么我们在日常 虽然是做一道题 但是其实呢 是在培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也就是说 我们在真正做题的时候 就啊 按照这个步骤 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啊 建立跟这个日常生活中 一样的一种能力啊 你眼睛啊 看这个ABCD 然后呢啊 脑子里边要立刻的反应出来 哪个是重点 哎 耳朵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马上能够抓住 能够找到 能够理解 哇 你这个能力就很棒了 那么我们在日常教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告诉我们的学生啊 哎 你这道题做错了是吗 那么如果你做错了 那是不是因为很快的过去了 你的眼睛就没有很快看到呀 所以不是耳朵的问题呀 是眼睛呀 是眼睛有问题 那我们大家想一想 我们日常的那个教学中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有很多老师啊 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 这个老师啊 对着这个屏幕 非常热闹的 声音很大的在说话 可能老师们现在手里边 还有一些别的工作在忙 那就没有来得及看我们的这个PPT 没有看这个文字 那你要是闭着眼睛或者没有看的话 我相信你的理解肯定没有认认真真 看着这个PPT的老师理解的那么好 记得那么深刻 啊 所以呢 这里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眼睛要看耳朵要听 然后呢脑子要思考 这个是啊脑子耳朵啊 这个几个感觉要一起来做的 这是要通感的 啊 我们从语言的学习上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什么呀 就是一个input 一个信息的一个通道的概念 我们的眼睛就是一个眼睛看嘛 那视觉的通道 对吧 耳朵听呢 就是听觉的通道 啊 然后呢 啊 我们当然了 如果是在那个线下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有这个互相可以靠近啊 抚摸呀 啊 碰一碰啊 或者说 哎 我们的这个形体啊 肢体语言等等 我们的感觉上面也会有一些通道 那人呢 去了解一个事情的时候 是我们所有的感觉是要一起去了解 才能更深的了解到的 并不是一个地方 那么各位老师也可以去让我们的学生做一下试验 啊 你这道题 这五道题 你先闭上眼睛来听 你看你能做对几个 那我们再换下边五道题 不要闭眼睛 眼睛看着ABCD 你能对几个 你感觉一下啊 你是闭眼睛听的好 还是睁开眼睛听的好 那有的学生 那有的学生当然呢 他就觉得 哎呀老师啊 我眼睛睁开的时候 我呢 看不 我听不清楚 所以我就要闭眼睛 我的习惯 要闭眼睛 那你这时候你要告诉他 汉语的学习不可以这样 汉语的学习呢 最好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眼睛睁开 耳朵呢 也要认真的去听 就是几个通道一起来输入就会更好 那你看 我现在跟老师们描述的这个内容 其实就在我们的HSK中有体现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HSK 它在命题的时候 它相当于就符合了我们的汉语教学的一个特点 汉语学习的一个特点 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建立一个 怎么能更快更好学习这个汉语的一个策略 那么我们其实教的不是这个解题的方法 而是教学生用汉语去思考 用汉语呢 那去学习的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简单的教学生会做一道题 而是教他会学 那从学会了到会学 我们想一想 那如果他会学的话 是不是他未来就会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呀 包括我们各位老师也明白 我们今天教给学生的东西 等到一年后 或者等到他进入到那个工作岗位以后 可能呢 又有新的词语产生 那他怎么办呀 难道一直要去学习吗 那其实呢 这个用语言来思维的这个能力 用汉语直接思考的能力 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或者说提高学生的学习汉语的策略 这个角度去看我们所有的这个试题 那帮助就会特别大 那么在这里呢 我列的这个表格 就是那个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真题解析这本书里边 很明确的列出了这个表格 我们听这道题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我的学习学生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学习的话 那么所有的再出什么题 我都不害怕了 那所以呢 在这里就明确了一个道理 我们教考试 不是教考试题 不是教他做一对一道题 而是呢 教他怎么去学习汉语 这个学习的策略是更加重要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呢 看一下 那在这里呢 我来列出了一到三级 还有到六级 一直到六级 所有的这个各个级别 在考试的时候 它的一种呢 标准规范的一个阶梯 那我们各位老师去想一想 我们刚刚学习汉语的这个学生 他呢 可能对汉语很害怕呀 那所以我们觉得 要不要过分的纠正他的发音呀 很多时候啊 汉语老师呢 都比较那个认真啊 就会说 哎 你现在如果发音不好 以后呢 你慢慢的习惯了 你在改正的时候就很难了 那以后 你汉语水平提高了 你的发音还不好 那就很难呀 所以你要那个 一定要注意 发音要准确 语法要准确 哎呀 那刚刚学习汉语的学生啊 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你每天要求那么高 那时间长了 他说哎呀 汉语太难 我不学了 所以这时候呢 一到三级呢 他就是在鼓励学生 能够达到沟通理解就够了 不是要一个字一个字 每个字都去认识的 那么要认识的是什么 那我们就给他把必须掌握的和呢 大概的猜一猜就了解的给他分开啊 所以后边我就给老师们展示一下 哪些是必须要让学生明白的 哪些呢 啊 我们的学生哎 大概一听以后 哇猜出来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那个一起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 那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六个国家的老师们都有这种经验吧 比如咱们2020年开始有了这个啊 全球的这个新冠的这个肺炎化这个啊 新冠 那么这一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很多原来从来在历史上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些声词 就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原来我们并不了解 但是每一个国家他在报这个新闻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大家在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难吗 不会的我们自己就会用自己语言的一种思维方式一下子就了解了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明白我们需要整体的去理解就可以了 所以那么我们的学生在学习这个啊 啊像中国人一样那可能我们就会问了哎老师呀这个珍贵和宝贵有什么区别呀啊啊那么哎这时候你再去告诉他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怎么规范 所以四级五级他才会去考一些规范的内容 那到六级的时候呢啊六级那么大部分的我们就需要在正式的场合在工作的场合啊去那个发表啊啊去这个啊用汉女做工作了 那么大家也知道汉女的特点啊口语啊一般的朋友之间聊天呀啊或者旅行啊在那个随便说一说话的时候的语言和书面语里边写的就是不一样 和正式场合的又不一样了对吧哎那么你能不能在正式场合在工作中也能用好这个语言呀啊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呢就要提高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啊需要学习的这些汉女的这些能力和词语词汇的问题 那到六级的时候他的这个交际的任务不一样了要学的内容也不同所以每一个级别我们就可以从HSK的这个词汇大纲啊 还有这个话题大纲啊任务大纲等等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啊建议啊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去教学生啊那么我们呢啊在这里也就明确了哦HSK啊它是比较坚固的是又要让我们的学生未来能够达到一个标准规范 那现在呢啊能够让他啊对汉语学习有信心能够一点一点慢慢的去有兴趣学习这可能就是更关键的所以呢HSK它就兼顾了这两方面啊坚持呢啊汉语应用的这种原则来强调它的这种勾通一点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级别教学的过程中或者说我们不教HSK我们就是日常的这个教学我们也应该明确啊我们现在重点是什么啊有的东西你可以先慢慢的放下等以后再来教哎我们这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了 那另外呢HSK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教学的这种规范啊教学规范那教学规范的角度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啊各位老师呢以后可以来具体的看一下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量化指标 比如说日常教学的时候我们跟学生说话学生往往就会说郑老师啊你说话太快了能不能慢一点 那么我可能非常的nice非常的亲切好的我慢点说现在你能听懂吗那你这样做对吗可能所有老师都觉得没问题啊这是多好的老师啊那我如果这样说呢我说啊你觉得老师说话很快那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啊你的汉语水平差不多是HSK 啊4级的水平那HC4级呢说话的这个速度啊就是每分钟150个字左右那一般的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呢是每分钟啊220到240那老师呢可以稍微慢一点但是老师不能再慢了如果老师再慢的话那就变成了HC1级2级的这个水平了那你呢你的水平不是那么低 你是能听懂的你是能听懂的你别害怕啊你认真的听老师说那一遍没听懂老师说两遍说三遍说四遍我多说几遍你就能听懂了但是老师说话的速度不能慢就是用这样的速度啊你多听几遍习惯了就会听懂了那以后你习惯老师这样说话你在听中国人说话的时候你也就能听懂了那多好呀 哦学生一听哇原来我的老师这么专业呀那你想一想我们爱学生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爱他要有方法爱他要让他更快的去进步所以在这里教学更重要的除了爱之外还要有专业性 要有规范性包括我们日常让学生去阅读也一样来大家五分钟来读一段这个文章啊现在读完了回答老师问题那所有的学生说老师我没回答完呢啊我没有读完呢我不能回答 那么有的老师呢又是很亲切的说好的那么你那个再来两分钟再读一下那你想一想啊咱们都是做老师的再有两分钟再有三分钟你问学生学生还是说没看完啊那这时候真的没看完呢还是什么原因呀那可能他就是害怕回答了那好了我不管什么原因我就可以告诉学生那老师为什么要让你看五分钟呢 因为呀这段话啊有六百个字啊那么有六百个字啊这个是HSK五级你们现在努力的要通过五级所以要习惯动五级的速度五级的速度每分钟一百二十个字所以呢这段话六百个字你必须要用五分钟看完那你没看完啊可能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你看的方法不对我来教你啊第二个你看完了就是没信心 来我们试一试做对了吗你看你不是做对了吗以后要有信心呢以后要好好认真的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那你想如果我们这样教学生的话是不是学生就会感觉哇老师很专业我就跟着老师的方法就可以了如果我做的不好可能是我的方法有问题哎那我呢就可以努力的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去学习而不是返回来说哎呀老师别人都做对了别人很聪明 老师啊我没做对我很笨那我们大家要在教学的时候知道我们作为老师啊孔子也说过叫什么有教无类我们不能够去分这个学生聪明那个学生笨啊那所有的学生在我们的眼睛里啊都是好的学生所以呢我们要给他一个适应的方法啊要给他们非常好的方法去教他那这个方法从哪来这个规则从哪来 就是HSK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这么啊用HSK那么相信对所有的老师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培养学生呢最终不是简单只教他几个词教他会用一个语法最终的目的是他能够综合的去运用这个语言啊用汉语去工作用汉语去进一步的学习这才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的目标所以呢我们用钱来教他考试 不能只为了考试而教而是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让他把这个级别有关系的这个能力啊有关系的这个词语啊知识啊全都学会了啊那各个方面都学会但如果他这样的时候我无论什么样的考试我都不再害怕了啊所以我们要给学生这样的一个信心那比如我们拿一道题来展示一下啊 所以我们呢日常教学那比如说这个就是HSK六级那六级那么所有的这个学生他的眼睛里边看见的是什么呀ABCD这四个选项他是不能看见这个文字的对吧文字是听的那可能听的时候呢是用啊这个比中国正常人说话还要稍微快一点的因为中国正常的我们不紧不慢的啊很那个轻松愉快的去说话的时候 那可能跟朋友啊坐着坐在那个啊阳台上阳光下喝杯咖啡那我们就会啊非常地那个轻松愉快的说话那这时候我们说话的速度每分钟差不多就是220个字左右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听力呢他就比这个正常的悠闲的啊这个呃说轻松的说话要快一点的那他就开始说了嗯好的公园里一个小孩一直 哭着跟在一个孕妇的身后孕妇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为什么老跟着我呀小孩抽气着说我的气球不见了是不是你把它藏到你的肚子里了那么这么快的说完学生眼睛看ABCD哎呀老师有不认识的汉字哦我不知道这个词啊啊所以老师我不会呀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学生每天对我们说老师这个生词 我不会所以我不能做这道题那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他要干什么他每天都在那背汉字的生词那我们大家知道生词太多了啊那你到了这个高水平的时候如果你是刚刚学习汉语一级二级三级你要记住一些必要的这个汉字啊生词但是你已经都是四级五级六级了你每天还是只做一件事情 背生词你背了再多的生词你听中国人说话不会还是不会不明白还是不明白最重要的不是背生词了是整个的理解那你就要去问你的学生好的哪一个生词不会呀那他说老师啊这个B答案里边什么什么负啊 什么王啊哎呀我不认识这个字 不是篮球足球啊是气球那我的气球不见了是不是你 我们想一想我们想一想我们有一个小孩子对你哭着说哦我的气球不见了是不是你那你怎么了你拿走了呀啊所以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啊这个答案小孩以为啊这个女人拿了他的气球那为什么女人拿了他的气球呢为什么小孩子这么想呢那看看这个女人是有一点特别的女人对吧那这个女人怎么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汉字这个汉字这个汉字的上边和下边上下结构的下边是孩子的子对吧上边呢是喝奶的奶牛奶的奶的右边那我们去想一想吧一个女人对吧那女人生孩子以后孩子出生以后吃什么吃妈妈的奶呀那所以这个女人怎么了她说你的气球啊所以学生一听了那么大家明白了吗那学生一听了 一听都会笑了哇我们明白了哦她的肚子很大圆圆的所以小孩觉得那个气球在肚子里吧那一下子你看那你再告诉她哎这样的女人怎么了我们叫她什么女人呢孕妇她怎么了她怀孕了啊孕妇怀孕了小孩气球不见了她看见孕妇的肚子圆圆的 哦你拿去了哎呀你看多有意思呀多有趣呀那这道题做对了啊然后呢这个孕妇的孕我相信学生们再也不会忘记了一下子就记住了 这就是我们教学我们教的是这样的一个方法而不是哎来跟老师一起来学生词啊孕妇跟我读孕妇孕妇孕妇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啊那冤枉啊跟我读B答案里面孕妇冤枉了小孩冤枉冤枉啊冤枉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这样教学的啊因为这是听力需要让学生整体理解 理解完了以后让学生自己去猜啊这个孕妇是什么还有呢你们想一想孕妇拿没拿她的气球啊没有对吧孕妇肚子里边是孩子不是气球那小孩说是你是你就是你那我们想一想我没有做这件事可是别人说就是你你做错了就是你那她怎么了她冤枉我对吧我没有做错她说我做错她冤枉我了 所以这里是孕妇冤枉小孩还是小孩冤枉孕妇啊一下子就明白了那这就是教学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日常教学的时候就是在帮助学生形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而不是在帮助他解题做题 我们看见ABCB四个答案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去找什么什么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用眼睛去快速的去看看的同时用脑子想哦然后用这个汉字的形和听到的音去思考就能找到答案你看我这样去帮助学生 这就叫做形成汉语的思维提高他的汉语的IQ啊这就是我们日常的教学如果我们每天都这样教的话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学生是不是进步特别大呀而且他会啊你教他的这个内容他会过目不忘他不会再忘了啊所有的学生啊所有的人孕妇的孕可能忘吗绝对不会忘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呢 日常呢就是这样来教学用一些非常适合的方法让我们的方法呢更加的科学化啊而且让我们的学生不再害怕生词了有生词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我们听以后整体来理解啊那理解以后我们再慢慢的积累慢慢的去啊积累我们的生词越来越多了你看你原来不知道孕妇听明白了听懂了孕妇也记住了吧哎那你看学生一下子就觉得哇原来汉语 是这么容易啊啊而且我一下子就能够得到这是六级哦六级这么高我都能听懂了那学生一下子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么简单我愿意去学习我愿意呢去努力这叫什么这就是学生的内动力我们作为老师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呀我们的学生自己主动的啊开心的来学习了啊所以呢呃我希望我们啊要努力的一起来研究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在研究这样的方法的时候呢一定要有科学的依据不是说我有经验哎呀郑老师教了25年有经验我没教这么多年就没有经验不是的这些都是有理论的这个基础的我们大家一起呢通过HSK啊那个考题就能够了解到这些方法那另外我们的教学目标是让我们的学生学会让我们的学生有兴趣学 喜欢学学了就能记住而不是每天让他背下来记住写生词哎呀写的手也疼头也疼不是的而是让他最快的速度来学习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叫做以学习者为中心还有呢我们在啊日常教学里边就要不断的用这些理念来规范我们自己的教学我们不能一会快一会慢啊一会告诉学生读五分钟一会再说多读两分钟 那到底是几分钟这就叫不规范还有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啊设计教学先教什么后教什么我们孔子就说了学习必须要什么呀循序渐进因才识教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序呀这个序啊是从哪来的呀啊我们呢就用HSK作为一个量化的标准啊去了解啊那么我们分步骤的来设计我们的教学啊好的 那下面呢我们具体的呢再来看一下方法那我在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只做一个展示到我后边的部分我再给老师们详细的来说一下那日常呢我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一个学期还是一个月还是呢啊就是一个教学的阶段我就给他把分成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不要着急慢一点来啊那你要习惯一下HSK是什么习惯他的考试目标 习惯他的出题方法啊然后你要习惯你的老师你要让老师啊理解你让老师了解你的学习特点那这个阶段慢慢的啊去找到学生的长处优点和缺点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再去针对他不好的地方再去努力啊让他用好的用他的特长用他的努力的地方让他不害怕的地方再补充到这个啊 这个不足的地方我们常常说叫阳长不必短啊我们大家明白每个人有长有短那我们普通的说阳长必短但是作为老师呢我们要让他不好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快点的啊提高所以我们又要啊让他的特长发挥出来让他很开心的发挥自己的特长又要呢啊把他的特长拿过来去弥补他的不足这个叫阳长不必短啊那么最后 我们要让学生相信啊自信我都会了我的方法掌握了以后我就能迅速的提高那最后学生就一下子能够超越自我啊这就是我们日常呢啊会分这样的三个阶段那我们就会给学生列这样的一个时间表告诉学生啊这周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下周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学生有了时间表以后他就比较放心啊所以我们呢每一次要给学生一个非常好的 规划啊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目标啊那是不是我们做起来心里边就会轻松愉快一些啊好那么我刚才呢讲的这一部分呢就是针对于这个考教结合啊的理念那么下面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在这个主办方呢也有一点那个活动啊所以我们各位老师可以稍微轻松一下然后由主办方呢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啊有一些重点的一些活动 内容啊我们稍微轻松一下然后再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这个标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和我们教学上呢需要应用的东西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那林老师啊这都是人好非常感谢郑老师的讲解我相信大家现在对于Hsk 的提升有所了解了现在我们还是要继续跟郑老师学习Hsk 的绝招我们有请 郑老师好那感谢各位老师啊我们再回来继续下半场的这个讲解啊刚才也非常的感谢啊玛丽娟老师那我感谢啊在这个老卧给我们举办这个活动我也希望更多的啊老师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让我们一起呢为这个华文的这个教学啊一起来努力一起来陪伴啊好那我下面呢就继续 去共享一下我的这个屏幕我们呢来讲这个下下半场啊好那这里边呢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那在这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呢那我们刚才呢呃也说过了呃他是这个2021年也就是今年的7月1号呢正式实施那现在呢呃已经发布呃发布了这个标准所以大家还是非常的这个关注啊这个标准呃对我们未来的这个教学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啊 那么大家呢一定不要把它只是局限于就是HSK的一个3.0啊他这个标准呢啊他其实是作为呃这个呃这个呃汉语作为一个非第一语言的啊这个学习呀教学呀测试评估各个方面的标准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标准只用在这个HSK方面那我其实是觉得有点可惜了 比如说我个人现在更多的这个呃工作的经历呀就放在了什么呢就是来学习学习这个标准啊看看他有哪些啊新的研究的一些新的发现啊那么然后呢我来去呃改一下我以前出版的这几本书啊包括呢我也可以呢再让我之前的这个教学呢更加的那个精细啊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学习一个新的语言会有无数的小问题 我们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突然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没有奇怪的问题都是什么呀都是学生热情细心才能发现的他经常就会问出一个问题那我们老师会觉得奇怪吗不要觉得奇怪或者我们不要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学习语言他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是啊跟我的语言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哎那么他 他如果去思考了我们应该啊鼓励我们的学生应该称赞我们的学生你太棒了别人没想你都想了那你看你这么啊努力这么认真啊那我就要告诉他可是我们告诉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每次都告诉他哎这是中国人的习惯用法这是中国汉语的固定搭配 那中国人习惯我不习惯对吧中国人知道固定搭配我不知道固定搭配那搭配有多少种搭配呀那还有奇怪的又特别的怎么办呀那学不完了呀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标准呢就给出我们很多的啊 这个整体的建议啊整体的教学的这个指挥指导所以呢我们要从多角度的来应用这个啊标准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标准的这个主要内容那主要内容呢第一个那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提出了这个三等九级啊三等九级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初等中等和高等也就是说我们各位老师能够感觉到那我们现在现行的这个啊 啊也就是我刚才讲的HSK的2.0那最高的级别是到六级那未来呢将会有七级八级和九级啊那七八九级呢啊虽然没有特别细分啊每一个级别是多少个生词但是呢他整体的啊就相当于是近似于这个啊学习者啊这个啊不是那个汉语不是他母语的这位学习者那他现在的汉语呢啊应该像中国人一样甚至于是 中国的高水平的啊这这个语言的这个能力了啊包括翻译专业的翻译那他都给出一些明确的一些指标啊所以他呢就是相当于呢我们向更高级别进军了那这一个呢我们返回来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各位老师应该有感觉比如说我个人呢教了二十多年的这个汉语那我以前呢啊也教过很多高水平的学生比如说啊我呃刚才分享啊 我在那个北京园大学教过学生还有在北京大学那我在北大教的学生呢他大部分的啊都是欧洲一些名牌大学来到那个北京做交换学生的啊那么他要学这个专业那比如说他在哲学系啊学这个哲学啊学哲学那然后他就经常会问我他说老师啊你能不能用庄子的理论给我分析一下啊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总统 哎那你看看他是不是就这个汉语的水平已经到了什么环节了就到了他自己用这个汉语来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那么先后来这个HSK一到六级我刚才已经说了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什么呢适应这个中国国家汉办啊在这个全球有了一千多所这个孔子学院 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国家他有很多初学者刚刚入门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水平呢相当于像入门阶段啊然后呢你学了150个词怎么样300个词怎么样600个词怎么样他相当于有这样的一个啊入门阶段的一个很浅的进入啊然后要往生理学习的时候那突然就好像停下来了就没有了一个更高的一个指标啊所以为了对接这样的一个需求 哎那么他又有了更高的七八九级再加上中国现在呢啊那个不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啊受到这个全球的关注哎所以呢有更多的汉语学习者未来呢我就要把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重心 我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规划放在跟中国有关系的一些业务一些事物上边 甚至于我也要成为一个汉语的一个研究者啊或者是某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专家 那这时候我要用汉语来研究了啊包括中国现在也有一些那个科技啊啊那么水平也比较高哎可能我就要去学习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些知识了那这样的时候我要用汉语去学直接学习啊我不是呢啊去用那个我自己的语言来翻译过来再学习那这样的直接学习的时候它就会涉及到更高的级别 所以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标准它相当于叫做什么呢应运而生这个运呢就是啊世界发展的趋势那我们大家都明白谁是好朋友我们可以是好朋友但是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朋友那就是什么趋势趋势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适应着 时代发展的趋势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所以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国际形式的一种变化啊社会发展的形式的变化那么汉语的这个学习就要更加专业的去啊学习去了解那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那我是一个汉语老师可能我现在就比较着急的要去学习什么 学习我比较感兴趣的我比较擅长的一些专业领域的学习啊那比如说我从去年开始就在中国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教育的学校里边啊去教他们的这个教授副教授啊怎么去教汉语那比如啊这个教授他原来在这个学校里边他是教什么的呀他是教飞机制造的 他是教这个啊这个啊中国这个铁路也比较发达嘛那么可能比如说教这个啊这个铁路的维修啊这个轨道的建设啊那等等那教这些的时候啊那么他的学生水平也比较高了汉语能力也有了那他怎么能够直接用汉语学习啊那这时候啊我们可能就要教他这样的一种能力那这时候我们要给学生一个标准一个规范应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呢就是啊三等九级新框架新范式的一个国际化的趋势所带来的一个变化我们各位老师呢如果个人有某方面的专业特长那真的就是你现在就有了一个什么呀一个翅膀了那你可以呢啊更加啊好的展示飞翔在你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在你的汉语方面再加上你的专业那中国呢提出了叫做 中文家职业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啊希望呢在这个方面要有更多的这个发展那也可以预见啊未来呢这样的老师将会非常的紧缺啊可以说是很少没有很多的老师能够胜任他可能教专业教得很好但是他不了解啊这个外国学习者他学习汉语的一些难点啊一些那个啊行为习惯呢啊那么学习策略啊不了解 哎那他就需要去了解那也许呢哎你又了解这个汉语怎么学你又有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你看你不就变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教育人啊汉语教育的人才了啊所以这个呢我希望各位老师要在这方面多多的努力了啊好那么另外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这就是具体的教学方面的一个指导了我看了这个以后呢我个人就觉得 我自己的这个教学呢也对我自己来说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又可以啊努力的去探索一下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各位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就当我们做一份工作做了十年二十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职业的一个倦怠啊就是哎呀我在我的领域里边我已经很棒了很了不起呢我不用再努力了我就睡在这里吧那但是我看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就非常的兴奋 我又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努力的目标了我要去整理一下我以前的教学的情况我要更高的去发展一下了那我们看一下他在这里呢就提出了这个三层心理念和五种语言技能的啊那五种语言技能就包含了什么呢听说读写义尤其是翻译我们各位老师啊都有自己本国的母语的特长啊那就是你的特长你的特点啊那肯定在说你的这个 泰语啊说你的这个老挝语啊说你的这个印尼语的时候我肯定不如你的那你要比我还厉害了你以后要比郑老师还厉害的一个汉语老师啊啊那为什么呀因为你就可以在这个义的方面你要比我教的更棒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就有了很多的职业的一个发展的空间那么在这呢我们就一起看一下啊他的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首先呢他呢定义出来那么三层 所谓三层第一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言语的能力也就是言语的交际能力咱们学语言不是为了研究这个汉语研究这个语法研究这个词汇研究这个语言的历史发展不是的而是怎么用它啊能够放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教学中所以他强调的是交际能力中语用能力的这个教学和应用注意呢我们跨文化交际的一些策略那么这个啊我们写的这么 专专业但是其实就是什么呀我们各位老师明白啊你跟中国人接触的时候那么中国人是怎么想的啊或者是在不同的这个场合下我们说不同的话呀那你如果要是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你很说了一个很口语的随意的一个话的话那我们的感觉你对我不尊重呀啊所以你看语言的交际策略包括语言文化的啊一些言外之意 就是我们表面上说的是这句话但是我们这句话里边其实含有一个更深的含义的那这些内容你是不是了解呀你是不是能够交给学生啊那语言是干什么的语言是进行情感的沟通观点的表达啊进行这个我们做一些事情不要实现某一个目标达成某一个结果我们就必须跟人家沟通啊交流啊 那你的这个沟通交流能不能达到你真实的这个目的呀啊那所以呢语言它就不是简单的局限在我跟你打个招呼你会说你能听懂我说话那你还要把你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啊所以在这个第一层的这个言语交际能力上啊那么就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后边可以详细的来看一下标准里边都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指导 那么这些明确的指导是基于什么呢 就基于了所有的话题的内容我们跟别人说话是有话题的那么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哪一种类型的话啊可能你是学习金融的我不了解金融我就不会说啊那你在大公司工作我没有在大公司工作过我可能就不太懂应该跟别人怎么说话哎所以他的就分门别类的列出来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的话题的一些任务的内容 那每一个级别都比较详细的列出来了这将会呢为我们未来的学习者啊还有很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那当然了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更大的任务是什么呀如果老师们愿意去呃编写教材的时候那真的是可以呃真的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那各位老师呃也能感觉到我其实是从教二十多年呃自己比较比较那个 嗯怎么说满意吗或者说比较开心的地方就是我在每一步的自己的教学的过程中都留下了我当时的啊这个成果比如说我在北大呃呃那个教学的时候我就留下了我的语法书呃口语书写作的这个书的这个内容 然后我在北语教学的时候又留下了这个啊真体解析那后来呢我又这在这个执教领域来教学的时候我又有一些教师的指导手册那我们其实每一步的路上我们都会留下自己这个成长的这个历程中所积累下来的一些成果 那可能未来老师们有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这个呃这么明细的一些指导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个教材呃方面去努力啊啊积累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啊这个我觉得对我们个人的这个职业发展和人生来说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另外呢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语言的这个范围啊语言量化的指标呃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呃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在我的周围 也有很多非常有经验的老师他们教过10年15年甚至于也有的老师跟我一样也是教了快20年了或者说20多年了但是呢啊因为他们没有涉及到HSK教学所以他们日常工作中研究中就对这个量化的标准不太关注所以虽然教了10年20年但是呢对一些听说读写 各个语言技能言语要素的这个量化标准就没有概念只是凭借着个人的一些经验啊那么可能是积累那经验好不好经验当然重要但是我们任何一件事情要享有大的发展一定是要用理论来作为我们行动的导航系统理论是能够把我们的经验升华能够把我们的经验积累 那变成一个有这个方向有指导意义的能够长久保存下来的一种学科啊所以我个人呢认为这个语言的量化指标就会引导我们更多的有经验的老师能够关注到语言啊理论的这个层面啊理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个人也是一样也在很努力啊 经常会看一些那个专门的一些那个内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量化的构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标准我认为真的是很有突破的一些地方啊就是音节汉字词汇和语法都分门别类的啊用这个以所谓的思维基准来构建出来 那么我在这里只想分享一个简单的感觉各位老师就能明白在这里边他其实做了多么大的一种突破 我们各位老师都明白学习那个新的语言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在干什么呢学生大部分的这个经历呢都会集中到被生词啊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哎上节课我们学了生词好现在听写一下我们很多老师第一件事可能也是变成听写然后今天的作业回去以后啊把生词记下来 哦学生了可能认真地在那写生词去了但是汉语学习的过程中真的生词那么重要吗各位老师可能也是啊学习一些理论的也是了解我们大家应该明白汉语和其他的表音文字是不一样的学习方法不同啊教学策略也不一样记忆的这个情况也不同汉语呢啊那么他应该是什么呀有音的一个系统 有字的系统他甚至两个方面的所以呢汉语的二元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用这个二元论来教我们的这个学生那么看到一个词如果学生问我老师啊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哎那我们去看到这两个词为什么他觉得不一样比如说学生问我老师啊究竟啊和这个毕竟有什么不一样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都有静对不对哎都有静那呢究竟毕竟都有这个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俩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呀哎那你看我们就可以讲出来这个跟静一致的地方那然后我们看看他不一样的那毕竟啊毕竟啊毕竟有表示完成的意思呀所以他经常呢是来强调一个事情的一个总的整理来强调一下事情的一个本质的最根本的情况那比如说啊老师的汉语好还是你的汉语好啊 那当然老师的好啊为什么呀老师聪明啊老老老老老是比你努力老是比你认真都不是总结起来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我是中国人哎那所以总结所有的内容最根本的一条啊那么就能说完的啊那叫什么老师毕竟是中国人汉语当然你你好 你看这是毕竟的用法他来强调最根本的啊这种总结的啊这种本质的情况究竟呢啊这个究竟我们一般问的时候什么呀哎这件事究竟怎么样啊你究竟去不去啊你究竟啊怎么想的呀告诉我呀你看这个究它不就是来表示一种探索探究 你再考虑考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啊你告诉我一下你究竟去不去哎你看他不是在问吗啊问别人啊你要去努力的再思考再去探索再去探究一下啊这就不一样那这样来讲这个词的时候如果我带着这种感觉给学生用汉语我即使不用那个其他的语言就只用汉语我带着学生去思考我的学生也能明白哇我都记住了明白了啊 你看我在教他的时候我其实是从哪教的呀我是从字对吧那字是一个系统那音呢音又是一个系统啊刚刚学习汉语的这个学生啊他要学习这个啊这个原音辅音声调对吗哎那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一个这个啊音节下边有很多的一样的这个汉字啊那能不能知道啊那那这个声调不同意思也不一样啊 可能各位老师学过这个汉语教育专业的老师是知道的在中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赵元任先生他就是中国非常有名的这个语言大家也算是我们汉语教学的祖师爷吧那他就写过两首诗对吧啊就是用了一个音节的不同的这个声调就写了一首诗啊叫什么时事事事史那还有一个呢叫 记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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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如果你眼睛看一下汉字你就明白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呀你看音节多么的重要那么这么复杂的东西怎么教给学生啊你要明确的告诉他哎你看一下在汉语里边啊学一级的时候一共就这一点音节是吧那么你如果把这些音节学会了你的发音就完全不用担心了你还担心吗 你的汉语说的不标准啊发音不清楚吗你每天练一下啊那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在日常教学的时候经常跟我的学生开玩笑一级的时候那我就直接给他拿出一个exact的一个电子表格横排写上这个原因书排写上这个辅音啊哦一哎把他这个都写上然后拨拨摸拨把它都写上然后就让学生哎好的你来看一下在你的国家哪个是没有的呀 哪个音没有哪个音有你来自己读一下那我相信各位老师那大部分我们的学生都是学过英语或者说自己的语言中也是用这个表音的嘛这个字母所以眼睛看的时候大部分能识别出来有的音呢不需要这个老师教他自己就读的那自己读出来的音我们老师就不用费劲的去教了呀但是不一样的呢你的国家没有这个音 汉语中有这个音你发音肯定不舒服不好呀不清楚呀啊那这个音是哪几个我们把它画一下专门来练习一下那一看看我们一共有多少个那我每一次上课我都会给我的初级班啊零基础入门的学生来做这样的一个表格我的学生数一数哇老师一共就几十个音哎那我们算一算吧我们一个学期啊一个学期有22周22周每周有5天 那这样吧我们每周五天啊学习太累了每周三天学习好不好啊那每周三天学习22周所以60多天那好60多天你除一下这个269除以这个60天每天学几个音呢你把这几个音每天都跟老师练习一下好不好那学生说好没问题哎那你今天练啊几个明天练几个学生练得特别快发音发的特别好自证强缘 说的像中国人一样你看学生多开心啊那这个音到底是哪一个字哪一个词没关系啊等你以后学到了的时候你的嘴巴你的口腔已经习惯那个发音了啊那你到时候一下子就读出来了是不是不叠加困难就是说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我现在是发音的困难我再加上一个汉字理解的困难再加上一个背诵的困难 多么难呀学生觉得哎呀太难了我不会受不了那没关系啊我们就像唱歌一样哎打着拍子拨啊拨啊拨啊啪啪啪啊那拨啊拨啊啪啪啪对吧摸啊摸啊妈妈妈哎呀我们就这样打着拍子每天就学这么五六个学生最后发现哎呀我发音怎么这么好听呀那真的学到那个声词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难了 啊所以这时候音节就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启发啊那么汉字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汉语的汉字啊书写的时候有点难但是别忘了大部分的汉字啊那他都是有相近之处的比如说哎那郑老师的郑啊那你如果听不明白哎呀郑老师是曾老师吗还是邓老师呀那郑郑老师 语字正啊关耳正啊关门的关儿啊耳刀旁哎你看看像不像耳朵的样子呀啊那这个关耳正你看你再也不会忘记我的这个姓了对不对啊你就不能嫉妒哎那你看中国人呢他经常会用嘴巴来说汉字啊你姓什么我姓张工长张不对不对我姓张 立早章 上边是立 下边是早中的早 对吧 那你看 中国人经常用嘴巴说汉字的呀 所以你看汉字的形啊 汉字的这个构造呀 我们这样去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就非常方便 所以音的系统 字的系统 然后字呢 除了发音以外 还有它的意思呢 那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汉字是跟手有关系的呀 为什么跟手有关系呀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 你看你再去组织的时候 这些学生就特别容易记住呀 那么再到语法的时候 又列出语法的一些规则和规法 那汉字呢 所有的语法 我们大家看一下 所有的语法点 加在一起才572个语法点 多么的简单呀 我们告诉学生 你看呀 你在学一级的时候 你只要记住这48个就可以了 那什么样的是48个呀 比如说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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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是什么词呀 动词 名词 形容词 那么你说的时候 学生一看 好好不好 哦 当然是形容词 那你 那这叫什么呀 这叫形容词 位语句 哎呀 老师太难了 难没关系呀 你记不住这个名字 你可以记住它的这个形式 那形容词位语句 你好 那把你换掉 换成老师好 对吧 那么我们加上一个妈就变成问句 你好吗 那回答的时候啊 我很好 对吧 我很好 或者哎呀 我今天不太好 那你正反的这种啊 肯定句 否定句都可以了 那我们再换一个词吧 对不对 那热 啊 你热吗 对吧 啊 那我不热 我很热 我不太热 那你累吗 对不对 哎 那天气好吗 你看 这都是形容词位语 这都是一个语法点啊 那学生这样换的时候 觉得哇 原来汉语这么简单呀 那你简单 只是教他一个你好 你如果就教他你好 你好是什么 你也不去 嗯 帮他解释明白 那他学一个就是一个 学两个就是两个 学三个就是三个 但是我教他的时候呢 一个就变成十个了 一个就可以变成二十个了 那当然学生学的时候 就觉得叫什么呀 是 是什么呀 是被公办 我们花很少的时间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识识 所以这个表格 老师能认真地去研究 哎 一级 再到二级 我们增加了多少个字呀 增加了多少个音呢 是哪些音呢 哪些字呀 啊 那我们就来专门的学习一下 哎 那你看看你一级没学会的 还有什么 那这样查漏不缺吧 原来没学好的 再复习一下 学好了的时候呢 在在基础上再增加 你是不是越来越棒了 那我经常用这样的方法的时候 对学生就觉得自己 哎呀 进步好快呀 啊 我现在也 那个可以当老师的感觉了 啊 所以我们呢 通过这个三个啊 重点 我们就对标准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 我们自己啊 在语言的水平上 和教学水平上就有很多努力的方向了 那么在这里呢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 他新增加了翻译 那这个意呢 啊 当然了 一般的语言教师中啊 都是把意呢 不放在这个言语技能的这个教学中的 但是因为我们也可以理解 现在这个中国就是社会各个方面 科技各个方面的那个发展比较快 然后呢 需求也比较大 啊 可能呢 需要有更多的 会这个多种语言的这个人 来互相交流啊 那所以呢 你如果是能够把意很早的就 从一级开始就去掌握去交流学习的话 可能你未来呢 就会更早的去适应做这份工作 所以呢 那么把意呢 也放在我们汉语教学中啊 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分别的来比较一下啊 比较一下 看看呢 这个新的这个标准 它在各等级的描述上 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那帮助是怎样的呢 我们大家可以感觉到 它呢 是比原来的等级描述更加明确了 那等级描述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最简单的就说了 比如说我的学生啊 他那个汉语水平好还是不好 他经常喜欢问 老师你觉得我的汉语好吗 那我们是专业人士啊 我们是专家呀 学生问 老师我的汉语好吗 你说很棒 太棒 特别棒 你说的多么用劲 他也是没有满足感 我好 我棒 我棒在哪啊 好在哪啊 老师你能具体的告诉我 能做什么吗 那如果你这样告诉他 你说哎呀 你现在的汉语啊 我觉得差不多是三级的水平 你现在差不多掌握了这六百个词了 你呢 日常生活呀 或者是跟朋友学习呀 或者是工作的时候 基本的那个交流啊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去中国旅游的话呢 遇到什么问题 你也都能解决 哎 你的水平现在是这样的 那如果呀 你再努力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呢 跟中国人更多的感兴趣的这个话题进行交流了 啊 那你也可以跟中国人呢 非常自由的去 啊 讨论一些问题 你感兴趣的一些话题了 那如果我这么说的话 你想一想 我的学生会不会有点满意啊 哇 我原来是 现在水平是这样 我再努力一点吧 那你看 你是不是就把学生的这个学习的这种兴趣调动起来了 那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在哪呢 都在这啊 这是刚才我说的三级四级的描述 对吧 所以你看 我们作为老师 把我们教学的这个目标评价要定在心里 然后不断的要说给学生 要让学生也明白目标 老师的目标 学生的目标都一致的时候 那就变成什么呀 互相陪伴着努力嘛 那而不是说你努力一点 你现在成绩太差了 你看看你再不努力的话 我给你零分 你这么说学生没有感觉的 啊 所以我们要给他明确的一个目标 要知道你现在能做什么 你再努力一点可以 还能做什么 那学生就觉得很感兴趣 那当然这个还不够 我们来看一下 那新的标准就给了更加明确的这个指导 比如说一级 那我们原来的这个2.0版呢 就比较简单 它只是说 你能够理解一些简单的汉语词语和句子 满足具体的交际需求 具备进一步学习汉语的能力 这个听起来没感觉是吧 什么叫简单的呀 怎样简单呀 你看新的标准就给了非常明确的 那你需要掌握269个音节 那我们想一想 我就可以在一个exero的表格上 我一般上课的时候就会发给学生 269个 用一张电子表格给到他们 勒成表格来写 那你呢 这个学期里边269个音 没事你就动一动 你来动一动你的舌头 那你来读一读 日 对吧 日本 星期日 对吧 那你看学生这样读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快呀 然后摸摸摸摸啊妈妈妈 对吧 那你看你这样教的时候 学生发音特别吧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再足够的汉字再放进去 300个字放进去 对吧 哎300个字再变成500个词 放进去 500个词里边有固定的 有48个点 余法点放进去 就这么一张纸 我经常呢 会给到每一个学生手里拿一张纸 然后我还会把这张纸 画的特别大 我一般都是用手写 然后贴到这个教室的这个墙上 每天就让学生 哎我们今天学的 你们下课以后到前边来找一找啊 那个画一下 因为我写的特别大 然后学生拿着自己的那个 这个圆珠笔啊 或者是那个铅笔 他一找到以后 他在下面写一下 每天就趴在那个 那个大大的纸上 墙上面去找一找 那找了一段时间就发现 哎呦老师我们都学完了 太棒了啊 所以你看 马上就有一个量化的这种标准 那熟悉的话题 有哪些 那然后呢 日常的这个个人信息 我来介绍一下 我是哪国人 我叫什么名字啊 我做什么工作 我来自哪儿 是吗 哎那还有日常的起居啊 饮食啊 交通啊 兴趣爱好 都给他列出来 哎中国人打招呼的时候啊 早晨打招呼怎么说 中午打招呼怎么说 很熟悉的人怎么说 啊有点陌生的不太熟悉的时候 我又想跟他亲近 那我怎么说 那你看 你就用这一点啊 五百个词 三百个字 对吧 这几个音就都能给到学生啊 学生特别喜欢啊 所以他每一学到一个词的时候 我就直接说 哎那你能不能把旁边标一下 最后我们就会看到 那张大大的纸上边填满了学生啊 喜欢写的一些东西 今天写一点 明天写一点 一个学期下来 学生写的满满的 那其实不是简单写在纸上 而是写在他的脑子里面 啊 这个就是效果特别明显 那二级呢 原来呢 就是比较简单 只是说啊 你可以阅读汉语的报刊杂志了 你可以欣赏汉语的影视节目了 啊 你用汉语比较能完整的演讲了 真的吗 学生不相信啊 怎么可能啊 老师啊 我学了两二级了 我还是不能演讲啊 我不能够很自然的去看那个汉语的电视剧啊 我很喜欢看啊 我不能呀 那你就明确的告诉他 你不能 你应该学哪些东西 你应该注意哪些话题 啊 你喜欢的事情啊 你看一看是哪一类 那我们可以练一练 啊 所以这就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大纲 我在这里呢 就不一个一个字的来读了 那三级啊 我们来看啊 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边呢 一二三级呢 都是有听说读写啊 这时候还没有翻译的这个层面啊 但是我们在日常教学的时候呢 为了让他能翻译 我也会在日常的时候给他做一个准备 我们大家都明白啊 我们的学生现在是一二三级 那未来是四级啊 那到四级的时候我要提高到什么程度啊 我在一二三级的时候就要慢慢的铺垫 搭个小台阶啊 慢慢给他一点 所以我在那个一二三级的时候啊 学到一些声词 我也会问他 那这个词在你的国家应该怎么说呀 这句话一般什么时候用啊 你们两个能不能站起来给我说一下 那能不能翻译一下 包括我们在那个在线啊 虽然不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在网络上也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讲HCK五集 那么就让那个学生啊 用印尼语来 你听明白了老师讲的汉语的这段小故事了吗 那你明白了 可能我们班别的同学不明白了 那你能不能用那个印尼语给大家讲一遍 大家听一听他讲的好不好 哎呀那我们班的这个学生啊 他就用印尼语在那个微信群组里 给大家发了这一段话 讲的这个故事 哎那下边的学生觉得 哇太棒了太好了 你看他自己有信心了 那么帮助了更多的学生 也了解了这个内容和故事 同时呢也训练了他的这个 未来的翻译的这种能力 给他做了铺垫 那等到他四集 他再往后边学习的时候 慢慢的有了这个翻译能力 甚至他就已经有了初步的翻译能力了 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我现在教的这个内容目标是什么 我下一步我的学生要努力的那个目标是什么 都要给学生提前的搭建出来 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 只要有目标 只要有梦想 是不是我们脚下走这个路 就会走得更加有趣 有意思 也有方向了 所以我们呢作为老师就应该每个级别都明确都要了解 要想在学生前边 了解在学生前边 那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呀 叫会当灵绝顶 一览中山小 什么意思呀 我们要爬到山顶上 要站在山顶上 能够所有的山 所有的路 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候我们在指导我们的学生你从哪个路爬上来会更快 更方便啊 那么我们教的也就是非常准确 那否则呢 我们教什么呀 叫庐山现象 不时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你作为老师 你教四级 你只知道四级 你不知道五级 不知道六级 不知道更高的级别 你跟学生一样都在这个茂密的树林里边爬 你也没有方向 学生更没有方向了 所以我们作为老师 一定要带着学生冲到山顶 看一看需要知道的 了解的内容到底有多少 应该有多少音 多少字 多少词 多少语法 现在不知道 没关系 咱们一步一步走 那学生心里边就非常明确 而且他也特别相信老师 因为老师这么认真 这么专业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安心 那么提前呢 我们就要多多的努力 做功课 好 那么五级也都是这样的 我就不一个字的给老师们翻译了 那我们可以大概的感觉一下 你看五级的时候就非常明确 比如说我们在五级的水平了 那你能够做的工作是什么呀 你不简单的是跟中国人嘴巴说话呀 你也可以回复邮件呢 对不对 你也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学习方法呀 你也可以给别人提出一个建议 你以后像我这样学习怎么学呀 那六级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那六级一般就要参加一点社会工作了 那你能不能够帮助你的公司去处理一些事物啊 解决一些矛盾呢 然后你在日常关心社会新闻 你能不能听懂呀 那还有呢 中国人的想法和你的这个想法有点不一样 你能不能理解对比出来 为什么是这样的呀 那么其实啊 每一个国家的人当我们认真的去了解 真诚的去了解的时候 就会发现都是人 都有很多的共性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的沟通好 互相理解交流的时候 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原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都很容易就解决了 所以你看看语言不是简单学个生词 而是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沟通 和情感的一个交流 只有我们互相啊 有一些情感的交流 互相理解了啊 明白了他的文化 理解了他的这个做事方式 思维方式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 才会更加的顺畅顺利啊 包括我们每一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这个历史啊 都有这个文化呀 那么如果能够了解的时候 就会明白哎他为什么是有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表情啊 这样的一种担心 可能这就会有一些理解 所以他在这个高的级别的时候呢 就会增加很多这样的一些啊文化的这个因素放到一边 那我们呢就不断的要跟学生一起来分享 那七级八级九级都是这样的 到了这个九级我们能感觉到 你看看啊各位老师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了 各位老师现在虽然是老师呢 未来可能我们就要成为一个专业的翻译啊 对不对啊 你看你是不是在某一个方面学术研究 我以前学过计算机哎我可以做一个计算机汉语的老师啊 那我以前学过法律哎我可以了解一些政治法规来教啊这个政治法规的汉语 你看这方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明确的指导 而且呢这个标准里边呢都是已经明细的列出来了 用哪些词用哪些语句啊连造句都给了我们 好那么这个现在阶段呢啊还是一个教材建设的阶段 至少是三年里边我们大家都努力 未来你就是一个啊引领者 那么我个人也是一样的 2009年11月的时候呢啊 我正好是在韩国呃住了半年的时间 然后回到中国 那么就是汉办呢正在改这个呃HSK 所以呢我就作为专家就经常会跟他们讨论 那讨论的同时呢我就呃 开始非常认真的准备这个书 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出版了我的那个呃 这个21天系列的那个写作语法和那个呃 和教程啊 那么现在这个书也可以说也是比较有经典的这个价值 因为非常深入的呃研究了那个大纲 所以现在也还在用那各位老师也一样的 我们这三年里边认真的去研究这个标准 你的书就是什么 就是第一本啊 所以各位老师要去努力一下 那么现在呢 其实教材你看 这个第四个HSK真体解析 就是我的我编写的这个教材 那可以说他也算是一个经典的这个教材了 至于每个人啊 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要有自己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梦想啊 我希望老师能够啊 利用这些这么好的资料 也去努力日常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啊目标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SK大纲 我大概的给老师们展示一下啊 因为那个都可以在网上直接下载下来的啊 话题大纲 任务大纲 预法点大纲 从会大纲 可能这老师没有说 以前你也没注意 原来有这么好的资料 那都浪费了 没有用吧 你看看 这里边都会有很多的啊 包括很具体的词都列出来了啊 那么这个特例子呀 话题的大方啊 你看每一个级别 它都分能别类的列出来 每一个具体的这个情况 具体的是怎样的描述 全都写了啊 认真的去看一下 我在这里就给大家闪过一下啊 就不认真的那个去看了 老师们呢 有这个机会 有认真的去查阅一下啊 好的 那包括我们 我刚才跟老师们分享 说我就直接 这就是我们在一级教的所有的词啊 学生一看的时候 我就对他们说 哎你们这一个学期有多少天呀 老师可以和你们见面的是22周 22周我们数一数 哎我们每一周来做一做一些好不好 那我的学生说老师这个太简单了 我们这样吧 啊一周两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七周八周 老师我们八周就做完了 啊所以哎呀你们真的能这么快吗 我不相信 老师你等着 啊所以呢 八周过去了 哇他们真的都会了 你看你就这样列出来 就会发现原来这么一点啊 这么少啊 那如果我们反过来 不会给学生这些 你告诉他 哎呀汉语 汉语很难哦 啊你要学2000个字 哇2000哦太难了 啊这个中国的汉字一共有多少啊 中国的汉字一共啊有这个上万 哎呀太难了太难了 我不想学了 那你看一下 你给学生具体的量化到这儿的时候 学生也觉得有兴趣 也有这个信心了啊 所以每次放在这儿 我就给学生 学生一看 哎呀老师这么简单 我一下子就能知道的 你不用那么慢的教我呀 啊他自己都着急了 啊那一级的时候 应该学的一些东西 我把它列出来的以后 我就会跟学生下课的时候 就跑过去玩一下 我说哎 来所有的人啊 来拿一个 嗯那个你喜欢的颜色 有那个荧光笔 是吧 有黄色的红色的等等颜色啊 我非常喜欢那个荧光笔 经常会送给学生那个 很多荧光笔的这个礼物啊 那你们喜欢什么颜色 老师送给你们啊 下课的时候 哎上来啊 咱们现在啊来那个 呃做一个游戏 视觉大发现 对吧来 呃所有的那个同学啊 看一下你们那个米饭啊 水果啊 苹果所有的东西给我画一下 那么学生就在这里面去找所有的东西 哎老师 这个猫是不是东西呀 啊 苹果啊 那么他就都在上面画 哎那你把所有的动词给我画一下 啊 你把所有打招呼的词跟我画一下 你把所有礼貌的呃词给我画一下 啊 学生不断的画不断的画 慢慢的他都熟悉了啊 那而且你们注意到了吗 我不放拼音 我不放拼音 让学生自己用嘴巴来读 啊 那学生呢 非常快的就熟练的能够读出来这个汉字 因为大家要明白 即使是中国人 中国的小孩子 刚刚学习的时候 也是认汉字是很难的一件事 但是你常常带着他在这个字表面前满满的时候 习惯了的时候 他就什么呀 用眼睛很熟悉了啊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 就是什么呀 就像人和人见面一样 你的邻居第一天见面 啊 很陌生 啊 不好意思 那我对他看他的时候 我笑着跟他点个头 第二次见到他 我又笑着跟他点个头 第三次我又笑着跟他点个头 到第四次的时候 你的邻居肯定主动的跟你说啊 你好 所以这个汉字也是一样的 你今天带着学生描一下 明天带着学生看一下 后天再带着学生 那最后呢学生一向就能找见了啊 所以就是用眼睛很快的能够找到你的汉字 这叫什么 叫字感 对汉字的敏感 是学生学习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 不断的去跟着 带着学生去练啊 那也有一些词呢是跟语法有关系的 就不断的给学生句子 这个是没 这个是不 没和不 那我们来说个句子吧 什么时候用啊 观察一下 慢慢的帮学生去整理 什么时候用 什么时候不能用 那学生就很方便 那么如果有的字呢 他发音不清楚 我们就可以给他标一下啊 那有的学生尤其是声调不太清楚 那我们就可以教他这个声调啊 那么这个啊啊啊啊啊 对吧 那个一般教拼音的时候用五度标调法 但是我呢 常常把它标成那个三度 我就跟学生说 哎 那你们来你的小 你的手拿出来啊 这个都米嫂 我呢不说一二三 因为每个国家的人 一二三是什么呀 英语是one two three啊 那你的语言呢 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不用这样的 但是大家的音乐语言是一样的 所以都米嫂 都米嫂 嫂嫂嫂嫂 啊啊啊 学生一下子就把啊的声音 发得很好听 那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哎呀学生听的时候 好美啊老师啊 这个好像唱歌一样 对呀 汉语就要注意的是这个 你的这个调好不好听 所以带着这个学生来一起啊 都米嫂 都米嫂 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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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带着他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啊 再带着他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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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断的去教他 然后呢 再跟他啊 交朋友啊 啊那个波 啊 那我们来读波啊 巴 那巴是什么呀 我们就把这个阿拉伯的数字写在上边 一看就知道呀 那你们知道吗 这个字汉语怎么读 对了 巴 一起读巴 学生一下子就知道了 对吧 然后下边这个五 哎 这个是什么 汉语读的是五 来读一下五 哦 学生一下子就知道了 那我 啊 一般呢 第一节课 下课的时候 我的学生都能够读出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一起跟他来练 来跟我来读一声的 啊 一 三 对吧 七 二 八 啊 来读二声的 啊 对吧 那十啊 来读三声的啊 那么我们就九 五 来读四声的 二 四 你看 你不断的去练 啊 那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学生很快的你记住了 他记住这个 重要的不是记没记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记住的是什么 发音 他的音发的特别好听 啊 也 而且呢 非常准确 那我还不玩 我还要继续 我给他们列上 好 来跟我一起读 没有学生读不出来的吧 所有的人都能读出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而且读得很快 那好的 跟老师读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好 再来读 这个是什么 那学生一读 三十三 哇 太棒了 再来读这个呢 啊 那么我不断的点 不断的点 学生一下子就把一百个 哦 九十九个 九十九个数字 一下子就读会了 读得特别好听 一定要让他读好听 什么叫好听啊 声调准确 啊 学生对声调再也不害怕了 那读得好听 他自己就有信心了 就愿意说话了 所以很多学生不爱说话 原因是什么呀 说的不好听 他觉得说了的时候脸红 别人会笑他 但是他说的好听了 别人 哇 你说的这么好听 那他就当然有信心了嘛 啊 那我还不玩 我在后边给他们写上点 画一个表 那你们知道吗 现在几点 八 哦 对了 对了 那怎么说 八点 对了 太棒了 八点做什么 八点吃早饭 哎 那句子就出来了 啊 那么一点 啊 学生读的 啊 一点你做什么呀 啊 一点休息 一点喝咖啡 啊 那十点啊 十一点 我学生都会啊 那是拼音就这么教啊 语音音节 是这样教完了以后 音节很快的都能会了 他会读了 记得也特别好 然后汉字也是一样的 拆开来 语言的教学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 能够简化和细化 这是我们汉语老师的真功夫 啊 一方面是我们的专业精神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专业知识 啊 那我们就给他非常专业的分开 啊 这个读横竖撇 纳折点折勾 没关系 读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我们学生知道 应该怎么写 应该怎么组合 啊 那么我们就告诉他 哎 好的 你告诉我 这个怎么写啊 是啊 那个从左到右 还是从右到左 那学生都明白 啊 老师从左到右 好的 来一起读 一起写 那么我一般 不会让学生一下子就在拿着铅笔在那个纸上写 因为他写的很费劲 他脑子记不住 啊 所以我们先呢 分开来 就像我们学那个舞蹈的时候 你一下子让我跳一个特别快的漂亮的舞蹈 那我跳不出来 而且还可能受伤呢 啊 但是呢 你拆开 给我一个慢动作 我是不是就做得更好啊 所以我们先让学生在空中来 跟我一起写 啊 横 啊 这样写 哎 再写 树 哎 这样写 这样写 哎 写 写完了以后 让学生去观察 让学生观察 那么最后呢 看谁写的漂亮 我们甚至于这时候可以带上毛笔 我有的时候也会带一些毛笔 哎 我们试一试 谁写的漂亮 哎 那我们来用那个可以用铅笔也可以用钢笔还可以用老师的毛笔看谁写的好看漂亮那写的漂亮不漂亮是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或者说第零件事就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先写啊里边再关门对吧这样的规则都要交给学生啊那么如果学生时间长了他自然就把那个字型背的非常清楚啊他不会写错了 这时候你再让他写的漂亮一点啊就像那个一个艺术一样那我也有的学生啊非常喜欢汉字的时候他就把它练成书法那中国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书法的呀也是要有那个艺术的特长的啊那那时候他写的好漂亮再夸奖他的时候啊还来得及但是一定别忘了汉语教学是从零到一然后再二三四 有时候从零到一的距离他是大于啊一到二到三的距离的所以老师不要着急带着学生慢慢的从零到一非常开心的进入啊这样的时候学生呢就会有兴趣跟着继续他自己就去探索一二三四自己就喜欢用毛笔在那写漂亮了 所以不影响那另外我们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从小就是拿着手机长大的他也许不需要用那个笔呀他就是用那个屏幕打字呀那打字也是很重要的快快的打看谁打的最快那打的快说明他的眼睛看汉字的时候能够选择的正确啊 所以能够选对了才能打出来嘛那选择也是很重要的事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也不是那个非要写汉字书写才好的啊是这样好的那我们下边呢我在这里就稍微快一点那二级也是一样的啊老师们知道了这种方法那可以呢呃变出来那我自己的那个呃习惯呢就是一级的啊 现在那个呃就是我们在教室的前边不是有一张那个一个摆一摆或者是啊这样然后我的一面我就贴上一级然后再加上这个150个词二级又出来了哇你们知道这么多了我然后再有三级的四级的那我在一个学期里边线下上课的时候一个教室里边就可以贴出来1200个词1200个词在一个学期里边学生每天在那个词上面玩一玩开心极了啊因为他就贴出来1200个词1200个词1200个词在一个学期里边学生每天在那个词上面玩一玩开心极了啊因为他就贴出来1200个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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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学期里边学生每天在那个词上面玩一 他觉得自己好棒啊好了不起啊那你就告诉他你说哇你真棒你比中国人啊你比中国的小孩子觉得还棒啊你更快啊那学生还是很开心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给学生啊明确你要干什么你用多长时间能干成什么这个一定要具体的细化出来好的那么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继续再看一下 啊这个总结和那个分析啊然后我们最后呢会留下20分钟的时间来啊统一的再回答那个老师们的这个问题啊我在这里呢先给那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那我个人呢因为也交过了20多年然后呢呃就是有两次的这个改革大的改革啊第一次呢就是在09年啊2HSK2.0出版那么现在呢又是HSK3.0 我个人呢我个人呢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幸运呢在我的人生的这个生涯中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可以有两次进步的机会那第一次的时候也是我在教我是96年开始教所以到09年的时候也教了十多年了那教了十多年啊也也自己认为自己教的挺不错的也还可以 啊但是突然就有了啊这个HSK啊这个2.0的出版所以呢就又进行了深入的这个研究然后出版了这个书啊那之后呢就非常忙从2013年开始就是到全球各地的那个空字学院来做那个教师的这个培训 因为呃可以说原来呢就是教HSK教的这么多年还有研究这么多的呃那个老师也比较少所以呢我的工作任务就比较多一些经常去全球各地比如说我要去日本那就是全日汉语教师培训啊如果要是去那个英国就是全英汉语教师培训啊所以呢就做了很多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啊 啊这个啊标准或者新的一个大纲的发布他让我有了机会认真的去研究去梳理啊所以呢人的一生中得到机会的经历不会很多但是如果您抓住的时候那你自己的工作就会啊对这个事业有更大的贡献自己很满意对周围的人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真的是真诚的希望各位老师啊在各个的 个人自己的国家里面 很兴奋的感觉啊所以我这一段时间也是很忙的啊每天就是书里来比较来对比啊那我也将会呢把我之前出版的所有的书再进行一下改版同时我也相信我也会啊再出版一些对老师和学生更有帮助的书我希望老师们都来去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教学汉语教学过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在讲台上只会教书的人 那么中国人呢把教书的人呢就是往小里边说的时候不尊重的时候你就会叫做教书匠匠的意思比如说什么叫匠啊我们叫匠人啊就是做那个手工手艺的人啊那个叫匠那匠当然也很了不起你能够有一个记忆吗很棒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是老师师是比匠高的 诗呢不简单的是能够解决人们的困惑问题同时我们可以引领别人我们可以给别人去示范去指明一个道路所以我希望各个老师不要简单的只满足于我们在一线当一个好老师我们更应该啊站在这样的一个啊大的变革百年不遇的大的变革面前 啊能够呢啊能够呢啊利用这样的一个好的啊研究成果啊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出一些啊更有这个意义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真的当成一个老师做一个师啊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们能够到道的层面 而不是简单只是方法的层面啊来指导更多的学生更好的更快的学习那你看看跟我一起学习的学生所以一个月他可能就能够把这个HSK三级都解决了那那你可能比如说跟一般的老师学一个月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啊那你看呀所以现在人的时间这么宝贵的这个情况下我跟我一个月的时间和跟普通的老师 啊一个月的时间就不一样那我给这个学生他的时间变得那么啊那么珍贵那么宝贵那么有价值你看多有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啊把这个时间啊效率放大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啊希望老师们都能够用那么这个HSK呢我觉得是从这样的几个方面来分析来利用这个标准啊一个呢就是语言要素所谓的语言要素就是刚才列的那个列表 音节汉字语言语法点啊那么再往大一点呢也可以叫做什么呀段落篇章那就是写作那个方面的啊那至少呢你从这个语言要素方面你知道在学习汉语的时候最小的单位学多少内容啊知识的传授我们是可以给到学生的啊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教给学生相关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常识那么现在的世界 它已经打开了这个大门我们原来说地球村还只是一个比喻呢但是现在嘛就是一个现实你看我现在坐在北京的家中我就可以跟那六个国家的人一起来对话我希望我相信各位老师都感觉哎呀郑老师就在我面前好亲切的呀你看我们就有这么近的这种感觉 这就是地球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代哎那我们能不能啊你了解为什么汉语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方法呀老师是怎么想的呀哎那你的这个国家有什么呀我们今天很遗憾啊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那个跟老师们互动 如果一起交流互动的时候哎你来介绍一下老挝有什么样的情况哎老挝打招呼的时候都用什么样的打招呼早晨和晚上一样吗啊那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一样吗哎我们汉语用哪一个你看你这样比较的教学啊做一种文化知识的一种转化 那学生学的就特别开心而且学的特别的扎实啊学的特别好那这是啊知识层面的那再有呢技能的层面我们别忘了语言就是一个技能就像学游泳啊学自行车学开车一样如果我们的学生不跳进水里去永远都学不会那怎么跳进水里啊他害怕呀他不要进去啊那我们能不能引着他一步一步的啊慢慢的让他进到水里边啊 他愿意呢藏在水里边快的去游啊向更远的方向去游啊那这个是我们老师要带给他的信心嘛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啊不可能一直手拉着学生嘛那学生永远是要自己去游嘛知识的这个海洋这么大那我们得教给他一个技能让他以后自己回去学习所以真正的好老师不是教会学生是教学生会学 这个是重要的那所以你看我们教他那个汉字的方法我们教他音节的方法那以后认识的这个汉字不认识如果这个字不认识突然查了字典一读以后哦马上就会读了他读的发音还特别好原因是什么我们原来就教过他这种能力嘛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教学生能力啊那另外我也提到了呃在这个言语技能中呢我认为啊最有引领 最有作用的或者最有这个探索意义的就是翻译而且各位老师你们自己的母语优势一下子就显出来了那你的周围如果也有中国的好朋友甚至于是你就是你的汉语老师中国人你就要跟他合作教学所以这是一个合作的时代这是一个共鸣的时代 那么我们用合作教学的方法啊那么中国人母语是中国母语是汉语的这些人和你的母语第一语言不是汉语的人一起来合作啊来进行教学这个就是在翻译方面会有很大的进步啊 比如说我个人呢日常教学的时候因为呃我个人呃就是有一些便利嘛所以我会有一个助教啊那我就会安排我的这个学生学习特别好的这个呃呃汉语不是母语的这些学生来当我的助教比如他是尼泊尔人那我就让他来当我尼泊尔的这个呃尼泊尔语的这个助教 我可不是让他翻译哦那我是干什么我就跟他一起来制定一些表格然后带着他来一起来那个做这个呃教学的这个拆解的工作比如说尼泊尔语里边没有这个音没有这个词啊没有这种用法没有这个语法的情况是哪些那么分析出来然后两个人合作教学而且我们大家也明白翻译呢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翻译成汉语那你必须是什么人来最后定稿呢就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才知道啊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习惯说法那如果是翻译成这个啊这个就是呃一呃那个尼泊尔语那么就要尼泊尔人来看一看检查一下对不对符合符合符合这个习惯所以一定是以翻译的目标语是目标语国的这个人他是第一语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未来将会有无数的这种合作教学的机会那么我们老师有没有做好这种合作教学的这种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么呃下面呢就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就是现在呢翻译的这个教学它应该是一个空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传统的这个语言教学中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语言教学中都没有把翻译直接 直接放在初级的这个阶段但是我们汉语呢他现在呢等于是在全球创新性的把译直接放入了这个标准中那么我们呢就要明白从HCK一级二级三级虽然还没有有翻译这个考察的目标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准备做好这个铺垫这样的时候他在那个有翻译的这个呃考试的时候他才能够通过所以我们在 在初级阶段就要随堂随时的就要问他哎这个在你的语言中用哪个词是最准确的那我大家明白词语和词语不同的国家它的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不是一一对应的啊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这种不同的情境下这个词应该对应的是哪些词我们这个工作啊现在都是空白都是空白 所以老师我们都可以去试着去做一下啊那另外呢我在这里也非常想要分享一下这句话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语言大学的前任校长啊就是崔希亮的教授那崔老师呢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呃这个汉语教育界的这个教育家啊语言学家那么他是从年轻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教这个亲自的教外国人汉语那时候呢 呃我我曾经听过崔老师的这个故事啊他在年轻八十年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些国家还跟中国人没中国没有建交的时候啊还没有这个外交关系的时候那怎么办就不能够那个来到中国那他们当时就在那个船上啊这些人来坐船来到这个中国靠近的这个中国的地方然后在船上然后那个崔老师他们就上船来教这些人汉语啊那这个船呢我也 常常常去参观可能老师有的老师们也去过吗就是那个呃广州有一个舌口深圳旁边那个舌口舌口的港口那还有现在还有那艘大船呢啊那么这个老师啊你看他努力工作了一辈子他也作为一个校长培养了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博士生但是他呢在2017年还在感慨他说啊这个中国呢有一百零八所高等学校 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的专业硕士课程那在校的这个学生人数呢达到一万多人有35所高校开设了这个教育国际教育相关的这个博士的课程那么再加上呢很多的其他的专业来到我们汉语啊这个做汉语教师的那感觉上是不是汉语教师很多呀很充足呀啊那么包括比如说郑老师郑老师原来上大学的时候 也不是学这个专业啊我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专业我那时候是我是北京科技大学学计算机的啊所以那么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队伍感觉上好大很多人都觉得啊我找不到工作呀我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课呀其实不是的就拿我个人来说忙得不得了我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下过状态一直都是很忙的状态 那也就是说你在你的领域里面一定要做得很棒做得很好否则的话不管你做哪一个工作你都是找不到事的人那只有你做得很棒你在这个领域才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汉语国际教育这个领域它更是有很多的机会甚至于比其他的领域机会是更多啊得到的这个效果也更大我有的时候经常是感慨 如果做别的专专业我不会像现在这么啊有这个啊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但是啊很幸运我呢啊记录了这个专业啊那做这件事情能够现在给很多的这个啊很了不起的一些人做指导包括各位老师在你的国家你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呢为什么来听这老师来讲呢那我觉得是我的事业我的工作带给我来的啊一种光荣啊我非常的啊感谢我的工作 所以我也非常的希望跟老师们分享我们每一个人啊一定要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要有专业的精神啊然后带着这种精神去努力的探索他的专业知识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求他的究竟究竟是什么啊那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啊事业真的是有这个无限的空间啊那么在这里呢崔校长就说 真正受过真正受过专业训练的合格的汉语教师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我自己个人也认为现在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这个中国方案啊提出了全啊求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啊世界各个国家已经是全球啊地球村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不可避免的哪怕是有这个新冠的病毒隔离但是也不能够阻挡国际交流的这个脚步 人们还是要互相交流那在这个交流的情况下呢我们大家应该明白汉语呢他在世界上是使用的人数最多的那使用人数最多就意味着他会有一些便利性啊那有这个便利性再加上汉语的确是有很多非常容易理解容易记录的地方啊那我们不断的探索真的会有很多的这个帮助 那HSK呢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考试啊而是一个资源库就是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资源库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利用我们大家都明白啊世界上什么人是最聪明什么人才能做出最大的贡献就是善于利用工具的人那么HSK就是这样的一个啊教学效果学习效果 监控的工具是我们辅助教学的工具我们把它充分研究充分利用相信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啊这个啊效果和成果的啊那么任何一个语言呢我可以说虽然我是中国人啊那我一直不停的说汉语很重要汉语教学很重要但是我也会客观的去思考一下啊因为做了这20多年我也会思考啊假设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会不会也会这么努力的去进行我这个工作呢我想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明白任何一个语言它作为一个外语来教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简单的教外语而是在做一种人与人之间情感沟通理解的一个教育所以呢我们这个汉语它既然是在全球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个语言 从这个使用人数上来说它是一个最大的语种那么它就应该能成为一个通用的语言之一啊通用的语言之一就不是简单只有英语才是通用语言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啊会汉语或者我们现在已经学汉语学到了一定这个程度的人是不是我们更要努力一点啊发挥我们的特长 那可能我们的人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真诚的希望我们各位老师能够一起努力我们一起来呃做那么我们呢接下来就会有这个语法课和这个HSK四六集的这个学习呃我们呃也可以一起来加微信不断的去讨论呃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人和人要有链接的世界啊我们不断的去联系沟通然后有什么问题一起来合作解决 就会得到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呃呃那我刚才呢所讲的这个内容呢呃呃都是来自于这些文献我们再次向这些老师致敬包括这些老师也有很多已经过世了我相信我们呃呃要做的事情特别多我们每一位老师都将会成为这样有历史功勋的人这样我们努力好的那么我的这个部分的分享就到这儿 然后呢呃呃老师们有什么问题呢就直接在这个呃我们的讨论区留言然后我们的助教呢就会把各位老师的这个问题搜集到一起然后呃中间我们有一小段时间的休息以后我再会回来有那个答疑的时间所以老师们有问题就直接在旁边那个留一下言好的那我特别的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希望能够对各位老师有这个帮助啊好的 好那我下边我就停止这个共享然后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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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